凌瑶 菲菲 别走了好不好 我想明白了 我喜欢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 昨天呢 我在学长家的话 并没有说完 就算你再幼稚 再孩子气 我都喜欢你 我愿意做你的女朋友 你别走了好不好 不是 你在说什么呀 告诉我你去哪个国家 我也可以跟着去进修的 不是 你误会了 我不是 没想到 菲菲你还有这么主动的时候 其实在我心里 你早就是我女朋友 我今天是去机场借我爸妈了 他们去国外旅游刚回来 刚把他们锁到家 所以这个行李是 我爸妈的 那他们岂不是 小心 叔叔阿姨好 好久不见啊 看到你们这么恩爱 我们就放心了 抓紧时间 好让我们 早点抱孙子 菲菲啊 别听你叔叔胡说八道了 他是看到你大胤和林阳在一起 他高兴啊 这才口不择言 我是高兴 这小子 有福了 爸 你少在菲菲面前编排我 反正他现在已经知道我是什么人了 对吧 是吧 什么样的人 幼稚鬼 什么幼稚鬼 不是说好了 那大猪蹄 大猪蹄也行 我们都行 走吧 好好好 走 走 咱们走吧 是不是你跟琪琴联合起来骗我的 我可什么都没说 是你上来抱着我就说不让我走 你这个人大猪蹄子 我怎么又大猪蹄子了 要不是我欲行故纵的嘛 说不定你跟你那学长早就在一块儿什么吃饭看电影了 我告诉你 不聪明是不会有女朋友吧 你 我都已经跟学长说清楚了 我喜欢的不是他 是你 真的 真的啊 嗯 可是 刚才你爸妈都看见了 太丢人了吧 这有什么丢人的 我爸不都说了吗 还想让咱俩 死后天给他抱孙子呢 可是 哎呀 可是什么呀 干嘛 你又开始了 你得习惯啊 为什么不让女儿来接呀 不用 想必啊 她正在做实验搞科研 为人类命运而奋斗 咱们两个老家伙 自己搞定就行了 说得也是 现在的年轻人呀 就知道情情爱爱的 哪像我们菲菲呀 专心搞科研 我们呀 不打扰她 说得对 走吧 哎 真是适风日下 可能是我们太久没回国了 对现在年轻人的潮流啊 也看不懂了 老婆你看 怎么那个女生越看越像我们菲菲呀 我也觉得 我们是不是太久没见女儿了 菲菲 爸 妈 你们怎么回来了 爸 爸 爸 你醒醒啊 爸 这怎么办啊 这怎么办啊 叔叔 爸 你醒了 医生说 您这是突发的心脏高血压 只要保持心态平和 情绪稳定 就没什么大问题 就没什么大问题 您是在找林阳吧 我怕他刺激到您 就让他先回去了 那个人是谁呀 他是 我男朋友 我是想让你多搞科研 少谈恋爱 别着急结婚生子 你怎么就不听话呢 菲菲菲啊 那要不这样吧 你看等你爸爸出院了 你把他领来给我们瞧瞧 嗯 那个 叔叔阿姨好 第一次见面 也不知道二位喜欢什么 所以就随便买点礼品 如果你们要是不喜欢的话 就及时告诉我 我就及时改正 小伙子 你叫什么名字啊 叔叔 我叫林阳 因为我爸姓林 我妈姓阳 所以给我起了这个名字 林阳 是 机题目还是偶题目啊 偶题目 那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叔叔 我开了一家私房餐厅 盛业还不错 小林啊 哎 阿姨 你是做餐饮的 是 那你大学学的什么专业 我大学学的是市场营销 我们家开了一个炸菜厂 我从小就不喜欢学习 然后我爸就想让我 继承他的衣钵 我就不差感兴趣了 所以就出国考了厨师的这个蓝带厨师证 然后回来就开了餐厅 你硕士也是学的这个专业 现在这个专业有硕士吗 叔叔 我没有考硕士 我就是本科 我从小就不喜欢学习 所以呢 大学读完之后 我就直接参加工作了 然后就回来开了餐厅 不像飞飞 脑子里装的都是些知识 这个每天都用智商调导我 我应该向他学习 他样子负辩横数 也没学过 爸 这博士一走廊 硕士到处有 没什么稀奇的 反倒是我们林阳啊 这菜做得可好吃了 比这审计还好吃 别人想要吃到他的菜 拍半年的队都拍不上好 小灵啊 阿姨 你上学的时候 学的是高数一还是高数二啊 高 高数我 我 忘了 你们学过复辟寒数没有啊 我 我所有课程低空飞过 哪里能记得 现在连二次寒数都忘得差不多了 孩子 元素周期表 你总记得吧 我记得 哦 呃 呃 叔叔 这个我记得 那个青亥李皮鹏 炭蛋养福 那 那没 那没 叔叔 那个第一次见面 那个 我 我敬 我敬您一个吧 等我下次好好背下 你们再抽查我好吧 我去上个洗手间 去吧 我不是 你这 叔叔阿姨 吃饭吃饭 小灵啊 叔叔 说实在的 我们啊 不赞成 菲菲 谈恋爱 尤其是和你谈恋爱 菲菲还年轻 正是经历体力最好的时候 她应该把全部的心思放在科研上 你不搞研究可能不知道啊 一个真正的科研工作者 她是没有多少黄金时代可以浪费的 这样是我们最担心的地方 你跟菲菲的学习背景啊 相差实在太远了 是 你们没有共同语言啊 你不理解 她的研究工作 是的 是的